在這一陣子我回應一個問題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說當人有感受的時候 譬如說他有抑鬱症 他說有抑鬱症覺得不開心或者很煩 一種回應就是回應他的感受 還有有一句說話說 其實香港很多人都有抑鬱症 到底說很多人有抑鬱症 你只是其中一個 這個是不是一種回應感受 我想說這個不是回應感受 而是嘗試去當他化解 看輕這個症來處理 我用另一個例子 你會明白多一點的 譬如有一個人 她剛剛的丈夫離開了她 譬如回應感受 我會說你現在很傷痛、很失望 很傷心 你失去了你的丈夫 你又不知她怎樣 可能不知怎樣 好像很混亂 不知怎麽算 這就是回應感受 如果我認了 其實香港也有很多丈夫離開她的太太 你只是其中一個 這個是不是屬於回應感受呢 這個是告訴她 這件事其實不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有的 就是普及的 就不是回應感受的 只是說這件事 不用太緊張 不是太緊要 跟回應感受是不同的 如果再用另一個例子 譬如有一個人被罵完 我會說 被罵完真的很傷心 很失望 可能對這個人又失望 這就是回應感受 但我會說 其實很多人都被罵 我經常被罵 很多人被罵 不過我現在剛被罵完 我很傷心 很多人被罵 不但始終我不傷心 就是 那個人就好像告訴她 這件事其實 很多家裏都有很多問題 你的問題並不是特別大 這個可以說 有些情況可以讓她知道 這個問題都很常見 或者我們用這個方法 很常見 其實夫妻之間有些問題很常見 這個都不是很罕見的 讓她知道 都可以處理到的 這樣安慰她 讓她知道 所以分辨到回應感受 就是回應那個人內心裡的 我們以前說過的 幾種不同的感覺 英文來說可以容易一點 Glad, Sad, Mad, Afraid, Ashamed 負面就是憂愁 傷心 憤怒 害怕 害怕 內疚 譬如 丈夫罵完她 她會很憂愁 很憂傷 憤怒 她罵我 很激氣 很害怕 糟了 其實可以有幾種感覺 這個我們可以問的 也有時看她的樣子 看她的樣子 因為你會看到的 如果她是憂愁多 她很憂愁的樣子 如果她生氣 嘩 那些動靜是不同了的 我們可以看她 而且可以問她清楚 為何要回應感受呢 因為當她被人說她是憂愁 因為初頭我們說的情況就是被人說她是憂愁 或者現在變了憂愁 她的感受就是 我沒有用 我又有憂愁 那種感覺很失敗 又很煩 因為我現在這樣 剛才林太太說的那個對 即是她覺得被出賣 那是另一個感覺 不過我單純回應 可能是另一件事 但我只是說普遍來說 當人覺得她是憂愁 她會有普遍的感覺 在那個情況下 可能會有普遍的感覺 當人說得出她 人家說她是憂愁 她又變了憂愁 她真的很苦 很煩 很不開心 就感受到她的感受 但我們說 很多人憂愁 她覺得很多人憂愁 跟我無關 因為我自己很煩 我現在很煩 我也不理人家是否憂愁 但當我們處理憂愁 我可以跟她說 其實憂愁症也挺常見的 有些人是改善到的 讓她知道 你不是全世界唯一的一個 不是特別慘的 但她都不要我 還要衝來我 她不甘心 還要有很多男人 那個就是另一個 這是否一個好的答案 這是否清晰 等一等 如果那個人說 那個男人不要我 然後你說 也有很多男人 是不是一個好的回應 對 世上有很多好人 是的 但我想問你 這是否一個好的回應 感覺 當 讓你知道有很多選擇 只有一個人 是的 我知道 如果你麻木 只喜歡一個人 那你永遠不回家 這是對的 不過我明白你現在的心情 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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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一件事 當一個人 無論她男朋友 或丈夫離開的時候 我們是不應該當時說 我離開就不可以說這些 丈夫離開就不可以說這些 不是離開的 不是死了的 離開 即是說她不要 走了的 不要她的 那些 或者就算男朋友 也是 那個男朋友離開了 不要緊的 還有很多男朋友 在這裡周圍 不用傷心的 那麼 其實她 她在傷心 她覺得這個重要 她不是 你給她另一個 譬如說她的男朋友失了 我介紹給你 有些情況 有些人會很寬 如果她真的 她真的對第一個感情不強 她就會可能是寬理的 但其實當她在她 男朋友失去的時候很失望 我們可以說 什麼是感受她的感受呢 被拒絕 是的 這是其中一個感覺 你覺得被拒絕 她不要你 遺棄你 扔下你 覺得很傷心 這個就是她的感覺 但如果我們說 有很多男人在外面 不要緊的 不要這個 有第二個 這個就不是回應她的感受 就是說 不要緊的 這件事不太嚴重 還有其他男人 有第二個可以補上 這個是不能夠取代到的 尤其有些人物 或者寵物 她的寵物 死了 還有很多這些狗 她不是要其他 她是 我 本來那隻 她是不同的 是的 我們明白 當一個人失去一個人物 或者失去一件事的時候 有時候 除非是錢 錢 不要緊 哪些錢錢都是一樣 但如果是人物 或者是某些 我告訴她 經過時間的洗禮 或者會衝突很多 但她是痛的 痛的人 她用時間 彌補不到她的感受 每一下都只是回應她的感受 回應她的感受 回應她的感受 沒有跟她 怎樣 每樣都附和她 每樣都附和她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說呢 每樣都認同她 你好像給不到一些力度 給不到一些輔助 但是 需要關心 被關心 那一刻的感受 比你建議更好 因為我經歷過很多這些情況 我經歷過很多這些失戀情況 或者令到人失戀 其實你怎樣去符合那個人 那個人怎樣去符合你 在回應 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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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應你 只能令到那個問題 是這樣強大了 沒有解決問題 但我們如果 一路安慰 勸勉她 勸勉是很好 我覺得 但經常回應 我覺得 我不是否決 回應 回應 是少少少 但之後 我們真的要告訴她 人 人生到底是什麼 當一個人 在一個傷心的時候 我們告訴她 她處理 她還未準備好 為何人需要這件事呢 當我們想回過去的傷心的時候 有時也會 很多太太也會 很想丈夫知道我現在很傷心 但丈夫會說什麼呢 她的確是有這個需要的 然後當她覺得被接納的時候 我們先去看 她的確是有這個需要的 然後當她覺得被接納的時候 我們先去看 和她想想 我們可以怎樣面對這件事呢 那時候才能忍受 一定的 輔導一定有後面的部分 如果沒有後面的部分 就是前面的部分 就幫不了她 但如果沒有前面的部分 你想像一個人 她現在失戀 你告訴她 不要緊 還有其他男人 我教你怎樣戀愛 我幫你下一個戀愛 她真的不行 因為她現在這一陣 她有人需要告訴她 我知道你很傷心 你剛剛失去了你的男朋友 很不開心 就算她的男朋友多不好也好 你覺得 如果用一句廣東話 那個是人渣來的 她也是很傷心 我都會說 但你不是說 那個人渣 這一陣子她真的很傷心 我們認同她 我知道你很傷心 這是在輔導的第一步 而且不是單止輔導 聊天也是 當有個人一告訴你 她怎樣傷心 你想想過去 我們試過有這個經歷 當你一傷心 人家立刻教你怎樣做 有時候會一把火 覺得她都聽不到我說話 或者被遺棄 那時候你都不理我感受 有時候 我去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